你知道在《逆转未来》里登场的闪烁 在设定里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吗 在X战警《逆转未来》的一开始 就出现了多名X战警成员对抗哨兵机器人的场面 而在这些X战警中 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刚历史、兵人以及幻影猫 除了这些角色之外 在电影里也有一些新的X战警成员 例如主角、太阳黑子以及真头和闪烁等角色 在这些新登场的变种人力 闪烁凭着超高的颜值 以及变种人力少有的空间传送能力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面小编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闪烁这个角色吧 闪烁原名克拉里斯·福克森 在电影X战警力转未来里 何具《集天赋》以兵力都有过登场 它的能力是能够扭曲空间创造出传送门 在设定里 闪烁开启的传送门最远距离 是地球到月球之间的距离 而且这些传送门能够同时开启多个 在电影中闪烁的这个能力 主要是起到了辅助的作用 它能够打开传送门 让其他的X战警成员移动到相对应的战场 也能打开传送门 让主教直接攻击几公里之外的目标 甚至还可以辅助刚力士从高空进行攻击 除了攻击目标之外 闪烁还能够通过打开传送门来规避攻击 从而起到防御的作用 但是这个传送门也有一定的弱点 那就是传送门在开启之后 不能主动的及时将其关闭 也因为这一点 导致了闪烁在电影里的第一次死亡 而且闪烁除了能力出众之外 它也因为本身的实力太弱 导致了它在电影里的第二次死亡 而在漫画的设定里 闪烁还能够将打开传送门的能量 聚集成一个小标枪并投射出去 被这个标枪击中的目标 则是会被传送到相应的地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